司政课作用不可替代,司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司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发了我省广大司政课教师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家表示,将创新司政理论课教学方式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例扣子。 上饶师范学院、平乡学院、宜春学院、南昌宫学院等高校分别召开司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交流研讨会。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司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创新改革成为司政课教学的关键词。 不少教师认识到,不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不跟上学生的思维习惯,司政教育就难以保持鲜活。 思想政治理论课太重要了,在大学里,它是管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关键,而我们辅导员作为司政教师队伍的一员,也是学生健康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高超的教学能力,更要兴起国家与民族。 只有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才能够把深厚的理论与深厚的社会主义时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才能把自己的职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也才能引导学生主动关注社会,以辩证维护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以马斯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深感使命了光荣,责任了重大,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我要努力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理直气壮的上好思政课。 积极推进市政课改革创新,充分挖掘江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开展一课一品牌主题实际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市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为学生的心能埋下真上美的种子,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第一例扣子。 通过我们的知识交往,学习交往,通过我们的学术交往,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的交往,以及我们在网络上,在线上线下和同学的这种交往,能够让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学生的良师和义友,真正的能够让我们自身成为一束火把。 然后让这束火把能够发出光和亮,能够引导我们的学生。